爱尔华州成为第一个投票的州 这不是有人刻意安排的 而是偶然发生的 爱尔华州在1972年因为一些规则变化 而成为第一个投票的州 当时没有什么人注意到这些变化 参选人也没有真正注意到这一点 到了1976年 吉米卡特出来竞选总统 当时没有什么人知道他 他想着爱尔华是第一个投票的州 于是花大力气在这里竞选 还说服了媒体也来关注爱尔华 最终他迎向了爱尔华州 获得了媒体极大的关注 并最终赢得了总统之位 就这样 偶然成为第一个投票州的爱尔华 突然就变得很重要了 从那以后 每四年总统参选人都会来爱尔华 开始他们的竞选之路 爱尔华并不能决定谁会成为总统 但是能决定谁不会成为总统 那些不能在爱尔华取得好成绩的参选人 之后只能结束他们的竞选之路 不过从2000年开始 在民主党一方 那些拿下爱尔华的参选人 最终都成为了民主党的提名人 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奥巴马 一开始没人认为他能赢得总统大选 但后来他拿下了爱尔华 从那之后 他开始赢得其他州 并最终赢得了党内提名和总统之位 爱尔华州最近受到批评 因为它是一个白人 人口占绝对多数的州 它在种族上不是很多元化 这是真的 但在另一方面 我认为爱尔华州的选民 尤其是爱尔华州的民主党人 在政策倾向上 非常能代表全国各地的民主党人 他们在这一点上 和其他地方的民主党人非常相似 因此虽然他们在人口组成上 不具有代表性 但他们在政策上具有代表性 此外还有新汉布什尔 内华达和南卡罗来纳 这四个州加起来 就非常能够代表整个美国了 党团会议这个词 在历史演变中意义发生了变化 但基本上就是开会的意思 在这里它指的是 讨论党内事务的会议 在爱尔华州 民主党将在2月3号举行 近168场党内会议 这些会议将在该州 各地的公共建筑内举行 人们走进会场 谈论政治 就支持哪位参选人的问题 展开辩论 然后对于民主党人来说 你支持哪位参选人 你就站到相应的地方 站好之后数人头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公开的过程 而普通初选是无计名投票 你只需要去投票点 在选票上做标记就可以离开了 在爱尔华州 你必须花一个小时 甚至两个小时 和你的邻居在一起 他们可以看到你支持谁 你也可以看到他们支持谁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不同的过程 党团会议被改为普通初选的主要原因 是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在大力推动这一点 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认为 党团会议对人们来说不是很方便 不容易进行 你必须在特定时间出现在特定地点 不能提前投票 不能缺席投票 他们非常努力地想让人们更容易地参与投票 这使得2020年 绝大多数曾经有党团会议的州 都取消了党团会议 转而进行普通初选 不过将党团会议改为普通初选 你就失去了一种基层政治 一种来自最基层的选民的政治 这种政治在美国并不常见 但在爱尔华州这样的地方 却见得很多 爱尔华坚持采用党团会议的形式 因为该州已经用党团会议制度 来管理和建设它的政党 长达150多年了 党团会议在爱尔华州根深蒂固 是他们的传统 它的作用远不止选总统 还包括选举地方党组织官员 事关建设地方党组织 对爱尔华州来说 这是他们建构政党的方式 如果不是必须 他们并不想改变这一点 内华达州的党团会议比较新 但也是为了把人们聚集在一起 让人们谈论政治 参与政治 这有助于政党建设 我认为这是各州举行党团会议的主要原因 并不只是为了选总统 更重要的是为了建设政党 参选人在选举还没开始的时候 就会提前一年甚至两年来到爱尔华州开始竞选 他们在选民家的客厅里举行会议 他们召开市民大会 他们必须回答选民的问题 这是一种强调跟选民之间建立私人关系的竞选方式 爱尔华州选民会见到非常非常多的参选人 他们和他们拍照握手 更重要的是他们和这些参选人交谈 他们问问题挑战这些参选人 我看到参选人们在这个过程中变得更好 他们向选民学习 并在此基础上调整自己的政策 党团会议的性质使你必须非常努力地争取支持 你必须非常努力地争取 让人们愿意为你走出家门去参加党团会议 这就要求参选人要跟选民建立私人关系 这也要求参选人能够建立一个非常强大的政治组织 这个过程最好的一点 就是他们从零开始一步步建立起一个 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组织 有几十个办公室 数百名员工和志愿者 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参选人 是否有能力建立 维持和领导这样一个组织 那些没有这种能力的参选人 会在选举中失败 而有这方面能力的人 会继续前进 感谢观看